明國初年 明國十二年 歐陽敬吾先生 曾經提出說 佛法非宗教 非哲學 而為經世所必學 十多人聽了這個說法 很難接受 歐陽先生這個講義在當時也整喊了佛教界 他的認識沒錯 但是他的說法有切圓融 佛法是不是宗教呢? 佛法不是宗教 不是現在社會上一般觀念當中的宗教 佛法跟他們不一樣 因為一般宗教它的定義 最重要的他要有一個主宰的神 主宰宇宙 主宰一切眾生 至高無上的神明 這是他們崇拜的對象 這個確實在佛法裡面沒有 佛是人 不是神 佛法是講平等的 佛法是講平等的 佛、菩薩與一切眾生的地位是平等的 這個在一般宗教裡面是決定找不到的 宗教裡面人跟神不能平等 人跟上帝不能平等 但是佛門裡面呢 人跟佛跟菩薩是平等的 所以佛教決定不是一般人概念當中的宗教 可是佛教自己本身呢 成宗教 這是佛教傳到中國之後才有的 在印度沒有 在中國隋唐的時代 由於佛教的法門太多 太複雜 就像一個大學一樣 內容非常豐富 各種俗庫應有盡有 這樣對於更新差一點的人 修學就有很大的困難 於是有一些聰明的法師 選擇經論上某一部分 專攻這一部分 就好像學校裡面 把它分成許多的科系 專攻一門 這樣對於中下更新的人 帶來了很大的便利 修學效果 這就是中國佛教宗派的行程 在我們中國小城呢 有兩個宗 陳時宗與修學宗 但是現在沒有了 現在這個小城呢沒有了 大城呢有八個宗派 現在實在上講是名存實亡 也沒有了 普遍我們能夠聽到的 有天台 在台灣我們聽到有天台 學天台的 新手沒聽到 沒聽到過 沒聽到過 法相為實 可能還有啊 也很稀少 三分沒聽到過 那麼最普遍的禪宗 密宗淨土宗 正是現前的 比較上普遍一點